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师傅教学 近来都在想 不同的资产包括股票、房地产或者债 都会派一些息 或者一些租金回报给一些投资者 其实可能是4厘、5厘 有时现在股市下跌 价格便宜 有时6厘、7厘也不奇怪 那你想想 如果你放的本金是100% 你收的是6厘、7厘 其实很容易翻本 今天跟大家说 如果选对资产去稳定收息 其实10年就有机会翻本 当你翻了本之后 其实整个成本就变成零了 所有你100%的现在的投资 都是别人的公司的租客 给你累积到的钱 你所有的本金 已经不用再需要付出 那10年翻一翻 都可以很和味 还用什么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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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那我们第一时间发片 又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了 也都可以去到 下转我们我要做库库的APP 那里面的archive-site 所有我们的节目里面 也都可以尽情去浏览的 那我们也都有不同的线下活动和课程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里面 或者APP里面 都可以查询到不同的事件的日子的 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绍这72法则 加上这个法则 你选选选资产 其实收息十年有机会翻本 你的财富就可以稳定增值了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法则 胡选选资产 或者用错方法的话 我们收息也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财富的 首先我们会说什么72法则 然后有四个工具资产 去和大家说一下 你今天可以搜楼一下 加入你的portfolio里面 基本上你就招了双手 你做自己的事 portfolio就有人 去用息或者租金 去帮你养大它 十年之后 你整个本退出来 哇 这其实不错了 那么72法则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听过是 Rule of 72 就是什么意思 是将72 除以你本身有投资的增长 譬如你投资增长是7.2% 即是说十年你就会翻一番 如果你投资增长是1% 你就72年你才会把你的本金翻一番 所以换言之 你的增速越高 你的翻本的时间就越短了 说什么意思呢 可能是巴菲特 他投资组合的回报是20% 如果72除20 即是他需要三年多四年 就能够将他本金翻一番 很厉害 但是大家有份工去做 朝九晚五 晚上放了工 还可能要读读 再增值 或者你有你的娱乐 打球 那其实哪有这么多时间 好像巴菲特 天天都看一份报表呢 但是呢 其实我想 不是那么难的 只要你不需要三年多四年 翻一翻 十年十多年的话 收息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法则背后 其实有好有不好 好处就是这个法则对的话 其实你收一个特定的 百分比的回报 如果你只是说五厘的回报 你用十四点四年 亦都可以将你的本金翻了一番 中间已经不算你里面投资的 价格有没有升值 只是派息而已 那其实没问题 我不是个个人都可以做巴菲特 大家可不可以用这个做一个选择 一个懒人投资法呢 所以是个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不过有一件事不是个人做到的 七十二法则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持之行 耐性 如果你说耐性很简单 我懂得做 不是的 你说说十四年 十年 就算巴菲特三年半 你能不能够做同一件事 你买同一件事 它派息是稳定的 但是你可以中间棄权 走了 突然间有人事变动 资金变动 你就断了 那么七十二法则就不适合你了 所以当我们刚才说 明白了七十二法则 你知道有好和不好之处 当你能够记录去做 其实上案 或者翻一翻 不是真的那么难 以下有四个工具 我自己都用开 加上一些例子 等你看到这一集之后 其实就立刻去做功课 有什么是帮助你组合 达到这个稳定增长呢 那么如果有漏的时候 记住把这个视频放在 Wash Data 然后可以再看看 这四个工具是什么 第一个工具 基本上我们经常听 但未必有做过 就是债券 那说债 其实最重要是要稳定 最大风险就是 Default Risk 就是基本上它倒闭 然后你本金也没卖 所以最好就是买国债 和稳定一些 大一些国家的国债 当然了 小一些国家的国债 又或者公司的债 其实派的息 亦都是比较高一些 大家要取舍 其实债券都是说借你的钱 当然了 它要回馈投资者 每年都有息率给大家 但是如果你真的给大家 这个情况来说 你说的是美国的十年国债 那是非常之低的 一厘多厘 两厘左右 但是整体来说 如果你能够 是在正确的时机 美国国债 都可能处于我们读书 都在说三厘 四厘、五厘 这些极端情况下 是低一点的 那你退而求其次 选择其他选择 又或者一些稳健的公司的债券 那可能 有五厘、六厘、七厘 已经是很多了 那说的是 一些创立了很久的 十年、二十年的 环球比较顺 大赢出名的债券基金 它都有机会 是给你五厘至七厘 不过它没有保证 这就是最大的事 如果有保证 给不到五厘至七厘 那你说 买内房债 有十厘、二十厘都有 你是否博 那我就不建议 最重要是 先去问了 default risk有多少 然后再买债息 假设 你有债息 有五厘、六厘、七厘 就把七十厘除它 你会大概知道 咦 厉害 十年之后 原来我回了一回 那大家做的风险 可以高一点的话 第二个选择 可能会适合你 就是股息 那如果你买得公司债 不如买公司股票 做收股息 不好处 它派股息 没有说 写明白纸黑字 有contract 说一定派息 所以你要看回 它本身的 管理层 派息的稳定性 以及本身 它对股东的稳定性 是如何 假设 有些公司 是过往的五年 十年 二十年 继续稳定的派息政策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 值得相信 未来的将来 不用二十年 我看它过往二十年 未来将来的三年 五年 或者十年 是有稳定派息 其实也不错的 我们香港人比较熟悉的 当然是汇丰控股 但今天的汇丰控股 不单是派息不是很稳定 因为本身的收入 其实不稳定 派息未必是跟上稳定 重要的价格也下跌 其实是比较大事 大家留意 其实我之前在频道 也说过一只股票 它是Verizon 在美国的三大电讯商 可以说数一数二 那只是Verizon 过往的三十年 其实是没有递减过任何派息 所以大致上 它的股息率 你可以除了 股息率就是说 你付出的 每股的一手 或者一股 总成本 它派的股息金额 除你的成本 是今天来说多少股息率 记住 公司层面 不是那么介意股息多少 只不过它说 我会保证 派息比率 即是一百元赚钱 我会派四十 一百元赚钱我会派八十 而当时股价是多少钱 其实它不能够得知 但以你投资者 当时的成本 你要计算一下 所以当时如果股价是急升的 股息率就会低一点 是吧 因为股价急升不是代表赚多了钱 它派多了息 如果股价急跌 就像贸易战的时间 又或者是红仙时间 它派息的政策 依然稳定 但由于这个价格低了 股息率就会高一点 这些就是我们入市的时机了 现在我录片的时候 很多的银行股 或者内银 美国银行股 这些Vorizon 派息比率都不低的 四厘五厘 其实都很容易赚的 台湾我都拍过不少 台湾本身的指数 或者是ETF 有两只给你选 两只的派息比率 亦都是有六厘的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第三就是租金 房地产一直都是我们香港 甚至是加拿大 澳洲 一个必选 真的有钱人 富友人 都是不多不少 可以说大部分 牵涉了房地产 为什么呢 玩法简单一点 如果你租金可以回报 回来盖了Mortgage 其实基本上有人帮你 供你一层楼 然后到最后 层楼属于你的 所以都挺划算 但是 今时今日 中国 譬如上海 深圳 香港 其实租金回报率 非常之低 可能两厘左右 你去到澳门 或者部分的上海 可能只有一厘多 其实完全不够 如果只有两厘的 租金回报率 72除二 你要三十多年才回一回 所以你不可以麻木 说我买楼 收租 那就搞定 你要看当时不同情况 所以现在 香港的房地产 涨得这么厉害 说的是 Price to Income Ratio 可以四十多 就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不吃不住 都要四十多五十年才 才能买一层楼 价格高了 自不如租金也跟不上 租金当然不想除下价格 租金回报便是低的 所以今天去做这个投资 好像不太划算 大家都去到这个网站 叫lumbio.com numbio.com 其实我有不少的视频 都有几套说过这个网站 可以给你看看不同国家 不同城市的 Price to Income Ratio 最主要你看看不同城市的租金回报 或者 净租金回报 都会给大家一个订阅 当然它可以细节到 去到香港 纽约都给个数据 但是不能够细节到 香港旺角的 奶露神街 那没那么细节 但是已经帮到很多了 如果在里面看 其实今天你看到 吉伦波 整个普遍来说 不是说市中心 整个吉伦波 都有4.5%的租金回报 咦?那你可以将72除4.5% 你嫌不少 那你可以去美国 美国大部分的州份 连起纽约、LA 都在说有6厘至9厘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价格 和政策 控制房地产 非常之大 令到Price to Income Ratio 不是很高 所以租金回报 跟得上 有6至9厘 不错 又或者你去加拿大 澳洲 咦? 但是不是买屋 可能你的condo、apartment 如果特别在大学旁边的话 有两个好处 condo、apartment 可能有4厘、5厘、6厘的 当然了 要看管理费多高 你看管理费很重要的 还有大学旁边 都出名了 大学那些的租金断 或者不交租 又或者承接租金的contract 的frequency 是比较上很快 和英俊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地区 很大分别 你续完租之后 三月都找不到租客 哇 比减租了 你说 咦?我纯粹找最高的 告诉你 杜拜有9.800% 但是你会不会真的去杜拜买屋呢? 行了 杜拜里面 有没有其他etf 或者基金 或者reeds呢? 大家要留意 说到reeds 就是第四种 我没有那么多门栏 中金大快田 才慢慢收草 有没有现在小小快田 收一点点草 有 那就是房地产信托基金 这里我也是另外一集有说过 房地产信托基金 特别如何去选 房地产信托基金 其实就集合所投资者的资金 可能它就会投资房地产 包括商铺 商场 房地产 公下 而收到的租金 扣除一些成本 就会给他们做股息 其实就是等于租金 而价格 和这个楼市 或者房地产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 香港为人熟悉 就当然了 领战 8.23 这么多年来说 就是帮大家做到很多不同的隐形富豪 那它派的利率 可能是低一点 因为它价格升得高一点 有4厘 如果不是的话 你找一些其他的利率 也有高点的利率 当然增长没有那么大 另外 美国那只AMT 也是全球最大的利率 其实它都有一个稳定派息 这些也是方便大家 不需要真是去真金白银 经过一个首期 经过Mortgage批核 都可以能够利用到 自己是有一定的 所谓的租金回报 是回到来的 那么在这么多不同的层面下 都可以找到四个工具 还有不同的例子给大家 大家其实 在你自己的舒服中 找一些这样的资产 加入自己的投资 其实加上72法则 就是耐性 其实如果10年 要翻本不是太难的 还要当中没有计算到 那些屋会升 那个顶纸会升 我上网看过的 说巴菲特很早买了可乐 现在他派息 是高过可可乐的 总裁 CEO收的年薪 不知多少倍 那说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买的时候 股息很少 对不对 但是别人家公司 或者你买的房地产 是有增值的 然后那个租金回报 或者股息回报 是跟着的价格 理论上有一定的增幅 所以 你以前买一层楼是四厘 当楼市翻了几番的话 你那个租金回报 是可以二十几三厘的 是因为你早买的 所以来来去都是说 patience 是说时间 早做 有耐性 迟些就会收成的了 希望七十月法则 帮你选择资产 能够稳定收息 十年翻本 有什么交流呢? 记住找到正东西 下面大家留言 我都想知道的嘛 投资物打出来 下次见大家 拜拜 我自己的师傅 此轮理论试堂分享会 今次香港的10月4日 星期五也会有课 澳洲的一年一次 试堂分会10月9日 线上会见大家 希望大家会报名 会叫朋友来 终于线下 或者线上会见到大家 法律西亚房地产投资港座 今次在10月19日 第二次我会做这个嘉宾 尖沙醉军仪酒店 今次名额又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来不到的话 记住可以打回来腾空的位置 你美丽的可以照去报名 接下来也有U-Smart 这个投资港座 里面也会说到 一些红丝有关的东西 港股美股的一些策略 我虽然做一个嘉宾 但也和他合作是有原因 因为里面的平台 收费方面 与月工方面的功能 都非常得意 也成为大家去加入一下 到时见 堪秦堡牛熊市资分的外汇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Aaron就会有免费的 试堂分享会 就10月3日 跟大家见面 Franco的餐饮创业分会 我会说了 这个是挺有趣 我们首次是自从 7-day CEO 之后 第一次搞创业分享会 Franco就是在这个行业 帮他做创业 餐饮的这个范畴 希望可以见到大家 其权 是不是一个这么朴朔 迷你的工具呢 其实只要你去用一些的统计 用别人做了统计 你自己跟着 trade 就会最大化 你自己组合别里面的汇报了 Jellick亚叶 就会在这个10月10日 跟大家首次 在他的免费分会见面了 准时见大家了 大家想直接报名此顿理论的系列 希望大家可以去到 日本班初班的Cycle 27 分别是10月18星期五 和11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我们有招聘了 我们将会的诚意 是邀请在社交媒体有经验 或者准备上社交媒体 加经验的一个Marketing 希望可以见到你的CV 甚至可以见到你 一齐在这个团队一齐生活